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 就跟金融時報記者說 說他在一家美資銀行的戶口 遭到了關閉 而且已經退還了相關款項 所謂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除了說這些美資銀行 是遭到了香港自治法的震懾以外 原來有人就發現 香港已經登上了 美國財政部 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 制裁名單當中 這一份制裁名單 有什麼價勢堂 除了香港以外 究竟還有什麼國家上榜 比如說 白俄羅斯 布隆迪 位於非洲 古巴 中非共和國 伊朗 伊拉克 黎巴嫩 利比亞 索馬里 朝鮮 南蘇丹 敘利亞等等 這些國家到底有什麼共通點 首先第一件事 全部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全部的發展程度 水準都是非常有限 第二 全部都是以 獨裁建清 全部都不是民主國家 現在香港在林鄭月娥的管治之下 竟然是有能本事被美國納入財政部的OFAC制裁名單當中 林鄭也可以說是曠世奇才 到底被納入這個制裁名單有什麼特別呢 當然就視乎他制裁的對象是什麼 有些國家 制裁的對象僅限於侵害人權的官員 但是有些國家 制裁的對象 就是所有的金融機構和銀行 如果是這種情況 就連一般平民百姓都會遭殃 張崑陽在他的Facebook中提到 說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 是美國財政部旗下的一個部門 專門是負責協助 金融機構去判斷 一名非美國公民是否適合接受金融服務 防止這些金融機構 和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人有業務往來 香港在OFAC制裁名單上出現 意味著 銀行要提防和制裁名單上的個體 或者是企業做生意 他就相信 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行政會議成員 和紀律部隊的頭目 已經受到了美方的特別關注 若然真的制裁的時候 都是來來去去的那幾尾 第一 所有使用美元結算的銀行 或者金融機構 就會馬上終止和他們的業務往來 比如取消他們的銀行戶口 避免麻煩 這些就是斬腳趾被沙寵的行為 因為若然銀行繼續和他們做生意 就會招致美國的二次制裁 輕則罰款 重則 完全被排拒於美國的金融系統以外 即是生意都不用做 另外 若然有借貸 或者樓宇有做按揭 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當然會馬上給銀行 追討的欠款 而且要立即還債 因為沒有辦法和他們繼續做業務往來 除此之外 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在出糧方面 都會遭遇到困難 一般打工仔女出糧 就是通過銀行來轉賬 但是這些人沒有辦法使用美元結算的銀行服務 可能要用一些 並非使用美元結算的銀行 例如是昆倫銀行 或者是冥通銀行等等 但是這些銀行 在香港有沒有業務 不清楚 可能遲些會在香港開一間分行 另外 他們又沒有辦法使用信用卡這些服務 因為一般信用卡的機構 不會這樣和這些人做生意 因為人家就沒有可能為了向這一小撮被制裁的人士提供服務 而冒著自身都被制裁賣一份風險 完全是說不通 任志剛今天說的說話 其實也是透露了一些端藝 他今天出席 團結香港基金論壇的時候 說到 說不認為美國會在金融上 給予本港特殊的待遇 他亦相信 美國會在未來幾個月 公佈制裁香港的個人和金融機構的名單 例如禁止他們在美國投資 或者限制他們使用美元等等 這些制裁對於相關人士和機構是會有影響的 但是對於香港的金融系統並沒有影響 正如剛才我剛才所說 到底對香港的金融系統有沒有影響 就要看看美國的金融制裁措施 他的制裁對象究竟是甚麼 如果純粹針對個人或個別機構 當然對於香港的金融系統不會有影響 只會導致他們在業務往來 或者在個人生活上招致很大的麻煩 但是 如果美國所針對的制裁對象 是整體的社會或者是特區政府 那就不同說法 實際任志剛的說法是比較樂觀的 他就說相信美國不會制裁特區政府 亦不會對聯繫匯率制度採取甚麼措施 但是如果會的時候又怎樣 美國現在真的說不定 全速是前進當中 尤其是國務卿蓬佩奧在上個禮拜發表完那篇討話核文以後 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有了一個調整 就是將對華政策整體化 不再是以往各個領域各個範疇 各自來做事 人家將整個對華政策統合了 而且是非常強硬 不能回頭 所以在這一刻 很斬釘截鐵地走出來說 說美國的金融制裁措施 對香港的金融系統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這是相當無斷的說法 另外 袁弓儀在Twitter上說到 說外資銀行已經中止和拒絕了高官和議員的戶口 下個月就連信用卡和中資銀行都不敢做他們的生意 大快人心 他這個說法究竟是否屬實呢 下個月就知道 現在已經是7月29日 不差再等了幾天 這個答案也是會揭曉 但我相信乘數也是會很高的 為什麼呢 你看到任志剛的說法 就知道 他都說未來幾個月會公佈制裁的名單 而且 昨天行政會議成員陳志思的說法 很明顯就是要和延遲選舉是劃清界線 很可能他就已經是聞到那陣除了 因為他本人都已經是租到外資銀行取消戶口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陸續有來的 我相信的成數是會很高的 好了 另外就再看看關於歐盟方面的消息 昨天歐盟就決定了 就着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對香港是實施一些制裁的措施 比如說限制對香港輸出敏感的科技 包括用於鎮壓 截取通訊 或者網絡監察等器材 對於中國侵害香港公民社會 歐盟已經有了統一的應對措施 在出口的問題上 歐盟將會視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再享有任何的特殊待遇 此外 歐盟正準備放寬香港人前往歐洲的簽證限制 在發出簽證 獎學金 和學術交流等各方面 給予香港人便利 至於中國駐歐盟市團的人又怎麼說 他們當然就是呱呱吵 他們就堅決反對歐方錯誤的做法 已經提出了嚴正交涉 敦促歐方切實尊重中國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的立場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實情這又是套語 經常都說干涉香港事務 經常都說干涉中國內政 人家不出口那些東西給你 關你什麼事 他最多都是在干涉自家的內政 不出口那些科技 不出口那些產品給你 他就賺少一點 你應該說抵他死才對 他怎樣干涉你的內政 完全是摸不著頭腦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歐盟限制敏感技術輸出到香港 最受影響的一定就是那些大學的實驗室 很可能他們以後做研發的時候 就不能夠採用最新的最先進的科技和儀器 因為 根本上很多國家現在都限制敏感技術輸出到香港 五眼聯盟的國家 歐盟等等 這些國家偏偏就是 在科技上領先全球 不過不要緊 他們仍然是可以 從中國進口相關的設備 有些人就評論 歐盟現在這些措施 都是相對溫和的 實情 都沒辦法 因為歐盟有它的限制 歐盟採取措施的時候 就要得到全體27個成員國的同意 由於某些成員國 是一帶一路的倡議國 例如希臘和匈牙利 這些親華國家 要它在香港問題上非常強硬 基本上就沒可能 故此 歐盟能夠做得出這些措施 都已經叫做超額完成了 反而在個別的歐盟成員國 究竟他們會不會對香港人提供救生艇計劃 或者是避風港的方案 更加值得注視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